那目前为止哪个是你觉得是可能留下来的 有些人觉得我对于黑洞的性质的认识 比如说如何测量黑洞的自转 这件事情是我和我的两位同事 都是华人科学家提出来的 这个方法现在已经进入了很多教科书了 那不已经实现了吗 是不是以后永远这样呢 那不一定 而且我觉得在美国的时候做的事情 那时候是觉得很牛啊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不算什么 真正的我觉得比较牛的东西啊 是由于我的学生 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张老师有一个天体干了一件什么奇怪事情 咱们慧眼望眼镜是不是观测一下 我说你这太不高谱了 以前你让我看的都是坑 啥也没看着 如果再丢一次人 我说我可能这个事情没有地方再丢了 对不对 结果就做了一个了不得的发现 怎么跟我们这种门外汉解释这个发现的重要性呢 我们发现了快速射电棒 是来自于一个中指星 因为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情比较牛呢 以前不断地发现这种信号 但始终不知道是什么天体来的信号 甚至于包括霍金 觉得可能是外星人发出的信号 所以这事就变成了天文界的一个未解之谜 结果没想到 这一次我们就发现了 是来自于就是他所让我观测这个 重心的 这就变成了这个大事 因为20年的科学杂志和自然杂志 他们各自发布了当年的十大科学成绩 哇那真的很厉害 那真的很厉害的一下子 所以这就说明一下什么事情呢 就是你得相信年轻人创造力比你厉害 所以这点还是说你Liberal那种气氛 我觉得是对的 你得给他机会 因为人家的这些老早就写到教科书里 他里头 我学起来还那么吃力 对不对 人家这么大年又就写完了 对啊 显然智力也不是一个成绩的 那后面很痛苦 有点痛苦吧 呃 咱很快就不痛苦了 嗯 发现大部分人也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也病了 其实最主要的是 后来就发现 即使这些牛的不得了的人 嗯 他们也不可能解决 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 嗯 我们有限的能力 还是对于人类的这个 大的这个事业 还是能够有一些贡献的 嗯 所以认识到这一点之后的话呢 这个信心有一些恢复 嗯 我觉得我今天做的很多事情啊 也是想恢复年轻人的这种心 其实很多年轻人的这个信心 已经被这些人给摧毁了 是的 就是让很多年轻人知道 你们比我张老师水平要高得多 才华也高得多 嗯 因为我作为新三届的学生啊 是啊 这个基础是很弱的 我以这样非常有限的财务 竟然还能做一点事情 你们更应该做一些事情 嗯 但是因为现在生活压力特别大 嗯 今天的年轻人 嗯 所面临的这种困难 我们没有经历过 没有面临过 所以即使宇宙是很浪漫的 但是眼下的生活 更直接 更直接 嗯 所以可能浪漫不起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让他们有理想主义 像我是从来都是理想主义者 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生活的困难 对 没被挑战过 是不是 就很难 嗯 就很难 所以我常常就想 要想尽一些办法 要改变他们的处境 是的 嗯 张老师突然问你 你这个理想主义哪儿来的呢 而且没有熄灭 是怎么回事呢 呃 我觉得我的理想主义 可能主要是来自于我父亲 嗯 我父亲是个特别的理想主义者 嗯 而且 作为理想主义者 会损失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的现实社会当中 会遇到这些困难 但是 so what so what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我是很感激 嗯 这个舞台 这个可能性 这个舞台 这个机会 让我 哎 张老师 我觉得 走到了今天 其实我们 这一代人实际上是有责任的 就是我们 受惠过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好处 你说对 说对 我们要 要回报的 我们不能因为 你说对 完全对 所以我从来没有说避免或者说回避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 嗯 该发出的声音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浪漫的事情 我这个敬请一杯啊 张老师 哈哈 我觉得你这个太重要了 嗯 太重要了 是的 嗯 嗯 当自己发现黑洞那是什么什么感觉啊 嗯 还两个发现两个黑洞是吧 对对对 嗯 至少两个吧 嗯 能够能够比较确认的 嗯 就是那个时候哈 天文望远镜 也就是GAMMA视线望远镜 嗯 还比较少啊 所以要发现一个新的GAMMA视线元 或者新的X线元 那个时候还不是太容易 而我到NASA工作的 我的老板飞起来 他特别鼓励你自己的想法 嗯 我就说其中一个小组的事情 我是挺感兴趣的 但是呢 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 他说好 你就按你的想法来做 别理他们 嗯 我当时想就是说 这个卫星绕着地球转 每一圈它都被这个地球啊 挡一次 嗯 然后再过来又被放开了 嗯 背后的数学和这个医学 那个断层扫面是一模一样 它就是对天上做了一个扫描 嗯 如果天上有新的圆 如果比较亮的话 嗯 我们就能够知道了 所以很快我们就发现了 嗯 新的黑洞 这怎么想出这办法啊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想象力怎么来的呢 嗯 我中间啊 其实在这个 在到了这个 NASA支持之前 你也不知道能找到 哪个工作啊 所以要找一些 电背的 嗯 偷解密就投到了一家医院 他就是做这种医学成像的 嗯 那为了做面试吧 就了解了他们一想 这东西也不难嘛 嗯 那么既然 背后的数学是一样的 他们做医学成像的算法 一定是能用的 嗯 只不过我把我的数据 整理成这种格式就可以了 这 这跨度也太大了吧 对对对 所以是另一个学科 搬进来了 对 其实我们这上面 成的图像的这种 用的这个软件呢 是我花 我记得75美元 哦 从一家医院里面买到的 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奇怪的引用了一篇医学的一篇 哇这有意思 嗯 就非常好玩 所以这篇文出来 等于在那时候的地位就 确认了某种意义是吧 嗯 还算是挺重要的 嗯 一篇文章 因为其实Nature很少接收这种方法的文章 嗯 因为我在那之前没有人这么干 嗯 因为没有以前在那里猜 这会不会有个园 那要猜位置到底在哪呀 就是猜了非常困难 这样的话 有这个方法之后 天天产生这个天图 那会我办公室里 对的成对都是这一天 嗯 然后到了96年有一天 我记得是周五晚上 我在家里面 在图上看到一个非常亮的一个新的天 在那个方向上没有 嗯 非常的亮 有时候就是个运气 发现一个天体 你发现的时候觉得就很亮 亮就亮嘛 对不对 这个这种事情 每一两年也会发生一次的 嗯 但是就没想到 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黑洞 这个它前面特别干净 嗯 好像就是亮相等在那儿 让我们把它给它测量清楚似的 而且它还产生这个相对论的这个喷流啊 这个速度非常接近光 往外跑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教科书上的 是完美的黑洞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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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完美的 就等在那儿 让我们把它研究清楚的一个黑洞 嗯 所以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嗯 这是第一个后来再发现就 嗯 兴奋 没那么兴奋 啊 没这么兴奋了 对对 谁都有第一次嘛 第一次的时候比较兴奋 嗯 嗯 嗯 这个这个挺好 像卡巴依 赵士大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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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拍到最多的知识是做这个 嗯 我跟你一块这样 嗯 胜利了嘛 对吧 我们胜利了 像古人啊 莫子 谬子 孟子 对对对 其中一子 对 哎 哎 独自一个人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嗯 嗯 我在想象 嗯 曹首席啊 曹真老师啊 自己一个人在这儿走的时候 会不会感觉非常好 你想啊 他开始想这个东西 在他脑子里面 然后再画成草图 再给我们吹牛 在那儿蒸草 到底弄成什么样 吹牛牛实现了 嗯 最终把它弄成放在这儿了 他在这里面溜达的时候 一定非常开心 对吧 哎呀 特别过瘾 真是 真有成就感 我相信 孝田在这儿搞点咖啡 喝杯咖啡多开心 哎 你说的好的 搞一盘花生米 咱们上 上开 上来看一看 这儿特别感觉 念天地之悠悠 嗯 读窗儿累下 就不累下了 嗯 我们特别想做的 嗯 事情就是 弄个小桌子坐在这儿 弄个笔记本电脑 嗯 就来制作我们的科学的研究 不管别的事情 但是问题在于 你不管别的事情 这个东西它就没有 对 是 建成之后 还要来运行它 嗯 维护它 现在还在发筹弄钱 这这段一定不要剪 一定要留下来 到节目里用 呼一下大家的支持 呼一下大家支持 对 特别心疼 为年轻科学家长工资 过得舒服一点 对对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管的事情是太多 你看那个又是既遥远的观察 但是其实问题又是很现实的 所以科学家绝对不是 不是人间烟火的人 不是人间烟火啥都干不成 嗯 你说太对了 得有企业家精神 而且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嗯 还要陪我们这些科忙来参观 这这一部分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显得特别重要了 嗯 这样的话呢 让我们的这样的实验 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 嗯 太丰盛了 咱们是 帐餐煮酒论黑洞 这个题目起得好 就算 就这样吧 嗯 嗯 以前 黑洞这个东西给起名之前 嗯 就叫了冻结星 它的世界面呀 是时间停止的地方 嗯 往黑洞落的时候 你最后挥一个手 嗯 我们外面看到的是 它最后的这一幅图像 再也看不到别的了 对 就是它冻结在黑洞市面上 嗯 曾经有人 纠结这个事情 到底 这个物质是在黑洞的世界里面 还是贴在黑洞的世界面上面 有人说了 无所谓 这个人就是那本书的作者 对 Kipson 就是他说的 他说反正 这个东西在不在那 我们永远也看不到 嗯 我们做个数学变换就行了 就不纠结了 嗯 但实际上 数学变换 这件事情它根本上有一个bug 它一做那个变换 黑洞世界里面的时间 就是无穷大了 但我们的宇宙首先是有限的 嗯 从它形成到现在 这个是有限的 那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站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这个东西在黑洞里面 还是在黑洞外面 嗯 我计算的结果 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嗯 这个东西在黑洞里面 嗯 没有在黑洞的外面 嗯 但是呢 我们写文章的时候 审稿仍然问一个非常科学的问题 到底观测上有没有区别 那么这个东西在里面的话呢 它就不发光 如果在黑洞世界的那个 世界边上贴 它可以发光 嗯 但发出了光我们永远也看不到 观测上看了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纠结这事 嗯 干啥 然后我就问他们 如果碰撞 之前 这些东西在黑洞的世界的外面 嗯 会发生什么 嗯 会发生干嘛射线 嗯 就是keep some自己的实验 我非常想用它的毛弓 它的盾 它自己的实验 已经发现了 几十次 两个黑洞撞在一起 嗯 然后每一次我们的望眼镜 包括会眼卫星 我们都观测 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干嘛射线 从来没有过 嗯 所以说明 它东西不是贴在黑洞世界表面的 而是在里面的 嗯 所以我们最近写了文章 嗯 也发表了 但是大部分人 他还是选择不看你的 嗯 不读你这篇文章 读了假装没有看到 嗯 所以范式的转移是需要很漫长的 非常漫长 非常漫长 就是说物质通过引力 它缩变成黑洞 就是大家认为 黑洞必然在宇宙当中形成 是1939年的时候 奥本海姆尔和 Schneider做了一个计算得到的结论 按照以前的这个理论 你进去之后一头扎到那个 那个起点那个地方去 就没了 嗯 就没了 你又变成能量了 嗯 70年后我们认为这个结论是错的 嗯 我觉得他说 刺变成了黑洞 嗯 但是东西到不了中心的起点 这个玩意不是个起点 嗯 嗯 我们把这个文章里面 计算一句讲得非常的详细 当时这个 审稿人和这个杂志社的总编 是让我们详细的解释 回答我们这个计算的意欲是什么 为什么以前人家的结论不这样 我们说漏洞只有一个 嗯 没有考虑下落的 有限的这一点点质量 影响了时空的结构 嗯 比如说许先生您 虽然您的这个质量 嗯 和黑洞相比很小 嗯 它也不是零啊对不对 嗯 就我们一百多斤就影响了 就影响了 奥本海姆认为这个影响可以忽略不进 嗯 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可以忽略不进 因为我们物理学家 嗯 他也喜欢做简化 嗯 但是我们就想表明 就是这个简化 导致啊 得到这个结论是错的 嗯 如果不做这个简化 第一 我们能看到你掉到黑洞里面 然后我认为掉进去之后 不会跑到中心那个地方去 嗯 不会发生灾难 我很有信心的等着你哪一天出来跟我一起喝威士忌 那我们的时间干净是什么 这个咱们不管了哈 咱们说物理的不管这个事 对 你真的 比如我在等了一周吧 一天吧 这边地球上是不是会过了不一样吗 或者过了几年吗 或者说 就一会儿了 我们的时间更快 你们更快 对对对 但是呢 如果考虑到啊 你的质量 对整体的时空的影响 那个时间还是有限的 嗯 物理学的有限 也可能是千万年 嗯 毕竟是有限的对不对 嗯 但是呢 由于咱们俩关系比较好哈 嗯 我给你选一个黑洞 嗯 不自己那么惨 嗯 所以只要有希望就行 你在那一定要 希望 坚定的有希望 张老师不会抛进你的 没有抛进你的 一定会抛进 就是来的 因为我知道另外黑洞要过来的 嗯 过来之后的话呢 两个黑洞相逢的时候 那个世界面啊 嗯 会受到影响 在那一叉叉间 火箭点火 跑出来的 就是我本来 来高等所 冲着科学来 最后相信最重要 你得相信 是吧 所以我说 人必须得有信念 没有信念 没有理想 你都不敢去黑洞旅行 对不对 得有这个信念 才行 对吧 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 嗯 我们的宇宙的演化 会变成一个 我不能接受的局面 嗯 按照以前的这个理论 什么东西进行都不能出来 那么给它很长的时间 嗯 是不是宇宙当中 都掉到黑洞里面去了 嗯 啥也不剩 所以你是对这个结尾的逆反 对这个逻辑结尾的逆反 我是非常不喜欢这个 你想我们今天的这个宇宙 多么丰富多彩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丽的星空 嗯 以后全是黑洞 啥也看不着 多无聊这个 嗯 所以科学家既是观察实验的场合 更是信念的场合 你必须得相信点什么事情 总得有点理想 而且这个理想的话呢 是自己觉得 骄傲的理想 是 说服自己的理想 让自己觉得 嗯 我因为这个理想而活着 是值得的 嗯 您跟科学家同行 讨论这个东西 大家什么反应 我们都接受 就你不接受 拉倒 如果霍金不接受 那我们都觉得是事 你张双南不接受 无所谓 对不对 等你哪天不在了 也就 大家也就没事了 对吧 所以有些觉得张老师疯了 但是呢 张老师平时也不像个疯子 对不对 怎么在这件事情上疯了 对不对 所以既然大家觉得 我在这件事情上疯了 这件事情就是我的业余爱好 嗯 那可以吧 我就自己做 嗯 您觉得您提出了 这个黑洞的这个 理论 什么时候会有可能 会被更广泛的接受呢 我说等我死了之后吧 嗯 因为学术界是非常难改变的 嗯 非常难改变的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每个人 寿命都是有限的 科学还是要发展的 嗯 从科学史的角度来讲 嗯 嗯 几十年一个理论不得到 证实不得到承认 那又算什么呢 对不对 嗯 说我谁也不说 我觉得写文章就完了 嗯 爱信不信 嗯 好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 嗯 科学它都能够有繁荣的发展 嗯 它鸟汉下去嘛 看得很清楚 所以它知道下一步都要飞到哪里 清华永远不知道 嗯 它的一辈子生活这个地方有多大 嗯 但它把附近 嗯 看得极为清楚 嗯 鸟的科学最著名的 当然是爱因斯坦 杨振宁先生 嗯 这些人 所以给我们的印象说 这类科学家是牛 对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 最天才的 但是别忘了 嗯 它们之所以能建立这样的理论 是基于无数个青蛙科学家 没有青蛙科学家 把这些细节搞清楚 那些鸟的科学家 它统一什么呢 是 所以戴森说 这一类两类科学家都重要 那您觉得你在科学领域 这上鸟的气质 还是青蛙的气质哪个 呃 我我我做的 那应该说 呃 从鸟的雄心开始 嗯 到我现在是做的 呃 大部分的工作 应该是青蛙的工作 对 因为咱们介绍 就看了一个巨大的青蛙嘛 对 趴在这个 巨大的青蛙 就是我们这个行当啊 有理论家 有实验家 有观测家 我的饭碗 是实验家 实验家 但是我的论文 嗯 是观测家 所以我去申请我的实验项目的时候 吹牛吹的是我的观测 呃 然后呢 呃 业余的时候做的 又是理论 对不同圈里面的人看我是不一样的 嗯 有一次开会 有人说 啊 你们作为theorist 怎么怎么样 我说我不是theorist 啊 我说我是intrimentalist 啊 然后我旁边那个 他很有名的科学家拍着我 南 这是对你很高的奖赏 我从来没有人说我是理论家过 哈哈哈 嗯 其实做科学的 都有个理论家的梦想 嗯 嗯 嗯 那算王冠 所以时不时的一会想一下 但是只是可能是我从大学毕业之后 嗯 我就觉得我做理论是没有天分的 嗯 我没有额外的意见啊 我就是来听专家的建议和意见 我们回头去落实 我这边幸福也不是太好 所以我就说这么多 好吧 谢谢 这地儿特别好 嗯 一公园是吧 嗯 啊 谢谢各位专家 非常感谢大家 啊 再见 会议胜利结束 嗯 太好了 哈哈哈 一心二用的这个 会议 会议 顺利结束 还行 而且圆满结束 专家组对我们的发展计划非常满意 嘿嘿嘿 就是要把我们科学院的重点实验室 要把它升级成国家的重点实验室 不仅仅是我们的卫星 嗯 而且就是我们拉手 他又建了发现了一个 他又建了一个世界纪录 嗯 明年的时候我就不再是这个实验室主任了 嗯 他们这个院的领导对我表示感谢说 当老师明知自己不能 嗯 嗯 当而且这个实验室越快通过 嗯 越快 被免掉 嗯 我说这就是我的目标 我说我已经挣扎了多少年了不想当 你们都不放过我 我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机会 尽快的能够不当 不当之后您最要干嘛呢 我就花更多的时间可以做可以研究 嗯 推动的理论的研究 这是我的意愿啊 嗯 我们的理论和别的理论太不一样了 我们被打压的太狠了 嗯 不能当作我吃饭的东西 嗯 还有一个业余爱好 嗯 就是研究我们的大脑如何审美 如何理解什么是美 美 对应来说美和科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所有的那些科学工程都追求简洁 对 优美 对对对 包括我看那些调查说那种好大数学家 一天是不管多么穷 一天是风景特别优美的家乡 对 这实际上还是挺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格白尼提出来这个日行说实际上是他的审美关系的作用 就是他还是认为以前的太复杂了 那么爱因斯坦更不用说了很多大物理学 就迷这个对称美简洁美就迷得不得了 但他们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所以这问题就来了 这个自然难道真的就遵从了这样吗 我觉得未必 我们想要追求的理解的是自然的规律 凭什么自然的规律要和你的审美有关系呢 自然还有复杂的不简洁的那一部分呢 他的美反映在什么地方呢 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然后不同的人为同一件事情美或者不美 又去吵架对不对 然后呢有时候我们看这个艺术品 没有任何感觉 有人跟我们讲了一通之后 就哎呀好美啊 嗯 发生了什么 这里面一定有底层的科学 嗯 我们没有搞明白 嗯 那我就很开心了 对不对 这是我自己提出的问题 我自己去解决好了 到时候就可以分析为什么雅丁这么美了 是吧 这是我的另外一个业余爱好 甚至于比我那个黑洞的那个业余爱好 我爱的还很 就是你也不在乎比如这个行业人觉得这个 你这两个研究都很业余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我的黑洞理论 也不在乎别人说看待我的美学理论 我只是特别开心 我又理解了一点 嗯 我又理解了一点 如果这个爱好你不拿他吃饭的话 嗯 你就会比较开心 嗯 因为你没有压力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自由 嗯 我做的是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至于我能不能解决 那也不一定 对不对 但至少这问题的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我去做它